啊 啊 这么便宜吗 这样我又只能吃饭那鸡蛋了 你的答案 马来西亚 其实根本不在我们今天 选择要拆的那个鸡蛋里面 哎呀 你放水给他啊 是我 对不起 这个安全 这个安全 安全 安全蛋 为什么这么多盘的鸡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颜色 蛋黄不同颜色 其实是因为那个鸡所吃的饰料 如果他们吃的饰料是比较多红色素的话 那个蛋黄就会显示比较深的红色的颜色 像这些比较接近黄色的 可能他吃的饰料是比较多玉米之类的东西 所以其实那个蛋黄的颜色 跟它的营养成分的比率 或者是那个关系的话 其实是没有那么大 会有就是可能鸡蛋比较新鲜的话 就鸡蛋的腥味没有那么重吗 会有这样的说法吗 越新鲜可能那个鸡蛋的味道会更重 因为鸡蛋本身它的那个壳 是有很多小洞穴 所以久了之后可能它会吸收 这种环境的味道 好 我们今天就来玩一个小游戏 我们试吃的时候呢 我们也顺便来猜猜看 能不能吃出它的价格 哪一个鸡蛋呢 是最有贵气的 我写的是马来西亚 大概七毛钱左右吧 我猜它是丹麦来的鸡蛋 因为我觉得它其实它的蛋黄 虽然是相当的浓郁 但是吃起来还是有一种味道 不知道怎么形容的味道 也会吗 也会吗 所以那个答案其实是丹麦 所以那个答案其实是丹麦 我进来答对了 我进来答对了 耶 真的 然后它的价格 价格是 1块3 哦 这样我就能吃丹麦鸡蛋 然后你的答案 马来西亚其实根本不在 我们今天所需要拆的那个鸡蛋里面 那我们接下来下一个 我们就试吃这个蛋吧 那就1 2 3 我猜是日本的鸡蛋 因为首先呢 我觉得它的那个蛋黄呢 是非常的香浓 然后颜色也非常的诱人 再加上它的蛋白的部分 虽然是比较水壮的 但是你如果单单吃那个蛋白的话 你真的能够品尝到 它的一种清新的味道 我猜测是新加坡 因为它的 就是它鸡蛋的颜色比较红 然后我从刚才的生鸡蛋里面 看出来两个颜色比较红的 一个是日本的 一个是新加坡的 但是我印象中 日本的那个蛋黄 应该会比 这一盘里面的蛋黄稍微圆一点点 大力一点点 所以我猜测它是新加坡的 其实我们 现在吃的那个蛋 是从新加坡来的 啊 哦 终于对了一次 搬回一城 就对了 搬回一城 那个价格其实就是 八毛三一粒蛋 所以恭喜你 搬回一局了 我猜是印尼的蛋 不知道猜的对不对 我的猜测也是印度尼西亚 因为我觉得它的味道有点熟悉 所以可能大概也是 东南亚附近的这个地区吧 其实这个鸡蛋是从文莱来的 然后它的价格是三毛三 所以这局两个人都输了 我觉得跟刚才的那个文莱 所谓的文莱的蛋 味道差不多 对于我来说区别的点是在于 印尼的鸡蛋入口的时候 特别是蛋黄会比较浓稠 粘腻一点点 其实这 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 那个印尼的鸡蛋 然后我觉得那个味道就跟我 小时候吃的那个蛋 跟我们本地的那个蛋的味道 是很相似的 然后唯一它的那个分别 我觉得就是它的蛋黄 可能就比较浓稠一点点 我觉得印尼的蛋 价格应该是差不多 五毛钱吧 三毛五分左右吧 我觉得可能是在 我取个中键的数吧 四毛钱 你会吃三二一啊 三二一 啊 这么便宜吗 这样网友只能吃半粒鸡蛋呢 哈哈哈 吃了这么多的鸡蛋 我觉得是蛮有趣的 因为原来不同国家的鸡蛋 它还是有少少的不同 但是最主要的 我想不是看它是哪里来的 或者是多少钱 最重要是看你喜欢怎么样的口感 还有怎么样的味道 请问一下 说明说明 如果您请люч的 此者 于华